福仔范先前發文表示 將會加盟新一季中國新說唱 成為導師一員 雖然有許多鐵粉對於他身為 休蜜了媽尼兩季製作人 卻加入新說唱而感到失望 也有人質疑身為韓國人的他 要如何評價中文rap作品等等 節目開播之前就已經引起了超高話題 而他日前在網上的發文內容 套落了中國新說唱出了 比休蜜了媽尼高一千倍的酬勞 邀他去中國拍攝 不過為了他的事業 他選擇少收十倍留在韓國 也就是說他並不會到現場錄製 此玩又引發了部分網友不滿 直批那就別來了 也有粉絲幫忙說話 因為他還要管理西夏兩個廠牌 加上9月廠牌之一Hire Music 將要推出合集專 認為身為老闆的他 優先考慮自己的公司 並沒有什麼問題才對呀